娱乐圈是个大名利场 同期艺人之间免不了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粉丝之间相互撕扯拉财也是在所难面 不过如果艺人团队的工作人员也亲自下场参与其中 那么兴致就变了 近日就有网友霸出疑似王一博身边工作人员 多次下场内涵肖战和同期其他艺人 网友们扒出的这位工作人员微博名字叫做嗨Ace 从他发博日期来看是从2018年起就开始跟王一博的造型 有一位时尚博主发了一组王一博的造型图 相同一组图当天王一博的工作室也发出过 不过这位时尚博主并没有标明工作室是原图首发 反而艾特的一位摄影师就是这位嗨Ace 而且文安里写的是图片来自 说明图片来自的就是这组图的拍摄 嗨Ace在评论区以哈哈哈哈回复 算是认领了 有网友发现嗨Ace在2019年陈情令南京演唱会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 一片绿海的配文表明他关注的是王一博的粉丝 而且从拍摄的角度来推测 拍摄的位置是在后台工作人员区域 嗨Ace还转发过王一博参加某时尚活动的照片 评论区有另一位知名史上博主问他 所以那天你在吧 嗨Ace还发了个嘘的表情 侧面也说明他确实也在王一博出席活动的现场 不然不至于让别人晋升 每次都出现在只有内部工作人员才能出现的王一博的工作场合里 这个嗨Ace的身份指向就比较明显了 而且网友还扒出 这位嗨Ace和王一博的造型师尹杰是情侣 嗨Ace亲自承认尹杰是他的BF 可以看到他发的尹杰照片和王一博合照里的尹杰是同一人 嗨Ace和尹杰在网上还有亲密互动 还有网友放出了王一博的工作人员团队照片 嗨Ace和装发造型师等都跟在王一博身后 网友扒出这位嗨Ace从2018年起就担任王一博的服装助理 曾用的博客名Ace也和微博名相对应 可能就是他的英文名 另有王一博粉丝的发言显示 这位嗨Ace是王一博造型师团队成员 他与尹杰同一个工作室 1月20日嗨Ace就发了一个极肤内涵意义的照片 还在评论区发文 倒是不红就是爱蹭 嘲讽意味明显 就在1月19日的星动之夜上 肖战和王一博被发现穿了同品牌的西装 结果品牌放任了后 网友们发现肖战穿的是超级的春夏系列 王一博则是早春系列 由此延伸出一个记不如人的词汇 王一博遭到了网友嘲讽 更惨的是 王一博在星动之夜的服装被发出去年12月 罗云西就已经穿过了 王一博粉丝怒而攻击造型师 还跑到造型师的微博评论区指责 顺便骂了其他艺人 然后在3月份 肖战和王一博粉丝开思 嗨Ace又再度发微博内涵 甚至还直接下场了某数字事件 如此两次三番 让吃瓜网友都叹为观止 认为该工作人员够楼 不只是肖战 这位工作人员对娱乐圈其他男艺人也并不友好 今年1月份 某奢牌官宣采徐坤为代言人 没多久 这位嗨Ace就发博称 代言人指认金城武 内涵意味同样十分明显 其实此前因为富贵事件 王一博团队已经饱受质疑 小镇黑粉拿出了王一博代言的财务收入明细截图 虽然王一博经纪公司否认和该黑粉有关 但态度暧昧 还是引起了网友的不满 这次又被曝出 意思工作人员下场内涵 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娱乐圈中的公平竞争 工作人员的内涵和下场就大可不必了